美味芋頭削去外皮 仔細清洗表面臟污 切成薄片放進蒸籠 等待熟成另一頭 煮出已熟練的技法 快手攪打鮮奶油 均勻抹凈鬆軟蛋糕上頭 再擠入香濃綿密的芋泥 輕輕一捲大手一壓 蛋糕體又短又濕潤 鮮奶油巧妙提升芋泥滑順口感 絕對有潛力讓芋頭控陷入瘋狂 如果是喜歡水果口味的 香甜蘋果切塊 夾進砂糖檸檬汁 以小火慢慢熬煮 直到蘋果微微釋放水分 砂糖粘稠 呈現焦糖色 緊緊依附在果肉上 將煮好的蘋果切小塊 拿出酥皮 先抹上一層焦糖 將小塊果肉鋪進底層擠進清爽的栗子餡 一個個蘋果薄片以放射狀堆疊 有如飄落塔上的冰森花瓣 點綴上大地色的酥脆核桃 紅烤厚光澤香氣誘人 一口咬下酥中帶軟 田中透酸挑動味蕾 這些甜點沒有華麗外表 得吃下去才能體會美妙滋味 如同他們的主人陳維凱 一步一腳印登上甜點主廚地位 卻是他挫折的開始 他們進去都要有一個新品發表 每一個月都要100樣的產品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原發新品 好難吃喔 沒有一樣 每一樣都被嫌 我就站在旁邊 那時候的挫折感 我很謝謝那時候的 這一個環境造就我 收入沒有打敗陳維凱 專供日式甜點的他 開始買起原文書 翻看找學訪 就是要讓自己的功夫更上層樓 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學 只好就是一直買書 我看不懂日文怎麼辦 我就叫我姊姊翻譯 我姊姊在日本讀書 那我就不知道她的原理 我就仿冒 仿冒 抄襲 抄襲 微微泛黃的筆記本 寫著工整捲繡的字跡 每一筆都是陳維凱的心血 一路走來25年 累積上千本書 是這樣的堅持與毅力 讓他能端出一道道 樸實味表極致美味的料理 大造出夢想中的甜點王國